据香港中评社报道 蔡云文13日到台南市麻豆欧代天府 家里金塘店餐香街点 台湾人民共产党总理林德旺率十余人如影随行抗议 林德旺强调挥舞星红旗是受言论自由保障 呼吁蔡云文要兑现承诺两岸维持现状 更应该承认九二共识 岛内独派团体发动 民进党协推禁止展示 悬挂舞星红旗公投案 由中选会审议中 在蔡云文13日走访台南之际 台湾人民共产党总理林德旺率十余人 特别带了五星红旗前往如影随行抗议 林德旺表示 民进党现在要把矛头指向五星红旗 但我们的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规定是不能限制的 我们挥动五星红旗是受到言论自由的保障 我们要遵守规定 林德旺还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中美贸易战 加征货品关税 甚连至欧洲、日本、韩国等盟邦也逃不掉 中美贸易战对台湾影响甚大 台湾也是受害者 台湾价值是民主、自由 让台湾人民过着好日子 不是假民主 林德呼吁蔡英文 应该要兑现选前的承诺两岸维持现状 更应该承认九二共识 他强调 台湾应与广东、福建形成大经贸区 让台湾的货品、水果、物畅其流 是台湾人民过着经济发展的美满幸福日子 两岸是一家人 民进党当局不要想联合其他国家抵制大陆 台海一旦发生战火 有权有势的人早逃往境外 最后受害的是台湾人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